404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 1958年为造出原子弹 全国各地的科技专家聚集起来 在荒漠戈壁上生生造出了一座小城 我就在这座小城长大 小时候我卧室挂着一幅 附着亮魔的中国地图 我一度以为那是我们404厂区地图 地图上有陕西有东北三省 而我爸爸就来自陕西 妈妈是东北人 同一楼的邻居祖籍有山东也有上海 三岁的我用手指贴在地图上滑动 试着找出404街心公园和职工具的布 可是我什么也找不到 想当然的说蓝色的一大块是我家 另一块绿色的部分是楼上发小家 其实地图上压根没有404厂 过了几年在我妈单位上网时 屏幕弹出的404网页找不到 曾令我十分诧异 他怎么知道404找不到呢 404位于玉门关以西 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 1958年 为举全国之力造出原子弹 国家从各地招人 在戈壁花木上生生地造出了这座小城 方圆二三十里无人烟 正是放射性工业所需要的 爷爷一辈人的回忆 404初创年代条件艰苦 风沙肆虐 人们为了躲避风沙 在地上挖坑铺上茅草 睡在地窝里 我们的火车站名现在还叫低窝铺 戈壁滩的年降水量只有50多毫米 钻井打到基岩都见不到水 最初施工生活用水都是靠火车汽车拉来 一吨水的成本相当于一吨汽油 厂区连一棵树都没有 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 工地孩子们没见过树 工人便开车把他们拉到玉门镇 孩子们见到大树就喊起来 好大的骆驼草 直到厂区建成后很多年 风沙依然很大 小狮子被风卷起 打在脸上生疼 天有时会因为沙尘变成橘红色 平静后地上也有一层土 一踩就扑扑冒烟 第一批进厂的人 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 厂里配钥匙的大爷只要看一眼 就能配出一模一样的钥匙 车工闭眼一听就能判断是车床哪个齿轮出现问题 还有顶级的厨师和糕点是 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点心味道 那时没有精密的数控机床 而原子弹核心部件的精密度要求极高 最后加工由上海汽车底盘厂的车工 员工普亲手完成 他四月在上海结婚 八月就到了大西北 三年困难时期 厂区一度只剩几天的口粮 工人们陆续出现水肿 西北腹地交通不便 厂区人干脆辟出农场 自己生产粮油和蔬菜 有引来齐天山的冰雪溶水 还组织打猎队进齐天山打猎 厂区渐渐自给自足 再往后404有了百货商店 定院 还有自己的醋厂冰柜厂 我出生时 一个不足三万人的厂区 已经有了自己的动物园 最初404建厂时提出的口号是 献完青春献终身 献完终身献子孙 我是厂区第三代人 我出生的1991年苏联解体 中国原子弹 已经爆炸了近三十年 404地处偏远 政治地位却很高 甘肃电视台播天区一报时 第一个报省惠兰州 第二个就是甘肃矿区 404厂对外的名称 加之老一辈人是精英 小城又叫合城 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某个中心 404厂里的车牌是甘A打头 与兰州无异 我和伙伴聊天的时候 总说起甲与关车牌是甘B 九权更不行 才是甘F 说完我们就哈哈大笑 还是我们牛逼 核工业厂牵涉放射性物质 404的生活区与工厂是分开的 工厂在西北边需要坐近一小时的火车 放射性最强的工作是下大坑 每人下坑工作半小时就必须离开 厂里的工人每天下班要洗澡 填埋防化服 我们这代人多数没有去过工厂 家长提起来只能说很脏 偶尔大人们会谈及一些事故 说有人吃了剂量 受到辐射 头发迅速掉光 我有个同学时常过敏 去医院检查 共查出300多项过敏源 还有一个同学一只眼近视 一只眼远视 两眼度数差1300度 医生很惊讶 说一般这种情况是看不见东西的 这两个同学的父母都在厂里上班 404的生活区 与工人俱乐部和百货商店为中心 封城南北两个区 各建了一个市场 小学和幼儿园 生活区两头是公园 北边是养鱼池 南边动物园 我家住在北面 附近有厂区最高的建筑 通讯大楼 大楼高七层 楼顶有四面大钟 在厂区任何位置都能看到 楼顶的大钟 也能听到暴食的钟声 生活区很小 从头走到尾 也没有两公里 我父母都在生活区工作 从我家往南 经过通讯楼就到银行 银行向东六十多米 就是幼儿园 三岁半那年 妈妈去北京学习 带上我 离开厂区 第一次出远门 我在火车车厢里 又蹦又跳 看到天安门广场时 我惊喜到不知所措 擒着红色冲起榔头 疯狂奔跑 我成了广场上一道奇异的景象 被一群席地而坐的外国人 拉去合影 从北京回到404 我和邻居家的小男孩 一起被送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是个小洋房 我们在教室里 猪在外面 隔着窗户 可以看到 他们在院里 拱来拱去 我们吃猪 猪吃我们的剩饭 我总吃不下肥肉 就把肉 残在手里 趁老师不注意 装进裤兜 我妈洗裤子时 发现了 没几天串门的时候 遇见了幼儿园老师 她是我妈之前的同事 我藏在我妈后面说 我不喜欢吃猪肉 老师笑了笑 第二天幼儿园 就吃了一顿 萝卜粉条包子 幼儿园里 有个很壮的女老师 她喜欢的人 不喜欢她 她赚不过劲 就疯了 小朋友也不怕她 她拿长竹竿敲打地面 让大家安静时 还有小朋友 嘻嘻哈哈 顺着竹竿爬上去 场区闭塞 人也认死理 场里因为失恋 患上精神问题的人 不止她一个 后来女老师 头发白了一半 胖得夸张 每天在街上游荡 幼儿园 仍然给她发工资 小时候 爸爸忙着打麻将 妈妈一直准备 大专资考 我幼儿园时 起最大的梦想 就是当哥哥 和弟弟妹们 一起玩玩具 可因为计划生育 我妈再生会丢掉工作 只好抑制纪律 把已经怀上的孩子打掉 我想当哥哥的愿望 无从满足 碰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会走上幼儿园 二楼的露台 撩起衣服 把肚皮贴在冰冷的石墙上 自言自语道 哥哥想回家 等到肚皮变得冰凉时 我把衣服放下来 肚皮再次被捂热 我想当哥哥的念头 就会稍微平复一些 这样一来 我的肠胃开始变得很差 身形也从小胖堆 缩减成了小竹竿 我和发小楼上楼下住了13年 他上幼儿园大班时 我在中班 吃完饭 看见他的对面教室 我就嚷嚷着也要上大班 妈妈找到以前同事 我跳级进了大班 和发小睡对床 我见到他就一直咯咯的笑 他也是咯咯的笑 午休时间 我俩拿着小堂纸笑个不停 爸妈来接我们的时候 老师批评我俩不守纪律 我们还是藏在爸妈后面 咯咯的笑 我们隔壁楼单元 还有一个男生 我们三个常在楼前的 槐树下玩耍 四五岁时 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 到底我们谁会和我发小结婚呢 后院的猪被吃完 我幼儿园毕业 深入小学 我的小学紧挨着幼儿园 学校门前凸起的方形水泥堆 是防空地道入口 在我们厂里 学校 住宅楼 医院门口都有这样的入口 为了躲避空袭 以及核打击 404厂地下是连通起来的防空地道 听父母说 1968年中苏冲突的时候 苏联曾经威胁要攻击中国的核基地 那时厂里经常做防空演习 警报一响 老师同学就往地道里跑 我上小学时地道早已废弃 成了小孩子玩耍的地方 我曾撑了一把伞 从水泥墩子上跳下来 把脚崴了 那会儿有住户在楼前晾白菜 小学同学在一旁玩剪刀石头布 规定谁输一次 就搬一颗白菜 扔进地道 他们玩了一下午 楼前的白菜一颗都不剩了 小学八点半上课 我每天六点半就去学校 孤零零的 有一次看错表 凌晨五点我就到了学校 却碰到隔壁般的小女孩 她比我到得还早 我们俩就在校门口无所事事 她就开始给我讲鬼故事 说滑梯旁边有一个常年所住的房间 有人从窗户往里看 看到一双血淋淋的眼睛 她压着脖子 用灵密的眼神盯着 几乎使我哭了出来 404厂区福利很好 各单位经常给职工分东西 鸡鸭鱼米面油几乎不用买 西瓜哈米瓜一分就是一麻袋 舅舅家分道鱼就给我家拿几条 等我家分道鸡再去送回 街坊邻居楼上楼下也以人情作保 互通有无 厂里基本的衣食住行不太用到钱 厂区职工之间贫富差距很小 厂区生活没什么隐忧 我家的钱大部分用来买玩具 92年父母月工资总共500元 而买录像机花去3500元 97年买带化妆化功能的电视 则花费7400元 整个厂区最有钱的人是捡破烂的 90年代已经身家十几万 他懂得做生意 靠收破烂起家挣了大钱 被大家称为破烂王 后来看到政治客对共产主义的描述 我觉得404差不多就是 厂区人好吃 经常下馆子 因为大家互相请客 在小学门前火锅店刚开上的一个月里 我去吃了17次 我爸单位附近有一家小小的锅贴店 叫百顺鸡 店里剁馅的木敦有20公分厚 因为终日剁馅 刀落的蜜 案板中间剁出十公分深的深坑 百顺鸡最早一家火锅店位于自由市场中间 生意异常红火 大冬天店里热浪席人 大家穿着短袖吃火锅 尤其在过年期间 人比往常多好几倍 乌央乌央的都往店里挤 也就是在某个新年的傍晚 火锅店门前塌陷 有人跌进两米深的大坑 摔成重伤 这件事登上厂区报纸 麻麻嘖嘖称奇 说404人太能吃 把地都采现了 百顺鸡前搭起架子围上绿色的网 再次开业遥遥无期 店里的阿姨就出来开了这家同名的锅贴店 厂区小日子也闲 最热闹的就是各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 印象中运动会就没有停过 从年头半到年尾 大家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体育比赛 因此父母那代人大多是运动好手 灯光球场夜里灯火辉煌 父母在场中比赛 小孩子就凑到主席台交换水壶卡片 我恍惚记得灯光球场还演过马戏 场子里高高架起秋千 眼颜栓上红绸表演空中飞人 捂蛇的人把很小的蛇放进嘴里 蛇会从他们的鼻孔中爬出来 除了体育比赛 城里主要的休闲就是饭后六大街 大家都在一条街上消神 遇到熟人就站在马路上聊天 我实在不喜欢和父母一起逛街 满大街都是他们认识的人 几百米的路常常要走上半个小时 每晚工人俱乐部门前热闹非凡 大人三五成群 聚在主席巷下聊天 小孩子们爬到雕像底座上 沿着窄窄的边绕着主席巷走 后来我在各地见到许多座主席巷 就属404那座使用率最高 工人俱乐部的斜对面是新华书店 这里早年曾订阅过八国文字的图书 书店二楼是理发店 地上堆着头发有半人多高 里面的阿姨和医生一样也穿白大褂 店里养了不少鹦鹉 都关在笼子里 放在地上要绕过头发堆才能看见 有次楼下的姐姐找我去她家玩 给我看她剪下的辫子 头发用丝带细致 放在精致的盒子里 我见得觉得十分奇异 回家便拿来大大卷盒对着镜子剪头发 我头发没多长 只剪出半盒碎渣 根本没法用上丝带 我妈回家发现 把我拉进了理发店 阿姨指着我哈哈大笑 说我头发跟狗啃似的 我无法解释这件事 头发又很丑 就憋着气哭 我现在留着长发 依然痛恨多嘴的理发师 404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关 包括财政局土地局 电视台报社甚至高招办 厂区还有自己的工检法系统 除了两三间房子的看守所 还有公安局和中级人民法院 我的小学后面是山上平房 再往后就是后山 404的刑场就在那里 厂里有个小孩欠台球市大爷桌钱 就被大爷堵在学校 说不给钱就让你念不成学 若是大爷告诉老师 这件事全场都能知道 小孩找到大爷家 用斧子劈死了他 小孩被抓住 停审时 法官喊道 死刑 立即执行 很快 他脖子上插着牌子 被压到后山枪壁 用来遮盖血腥味的高粱酒 洒在他脚下 酒味在戈壁滩上飘出很远 去姥姥家的路上 有一个大型变压器 上面挂着牌子 高压危险 请勿攀爬 可当年还是有人爬上去了 厂里经常有人打架 有次一个人把对方打到不省人事 警察以为人死了 抓住了他 在厂里闹出人命 必死无疑 扭送途中他猛然挣脱 一着急爬上边压器 手触到了电流 两条胳膊被击穿 做了截肢手术 等被打死的人 从昏厥中醒来 警察才知道是误判 这件事政府机关有失职 打人的事不再追究 并且许诺帮他找老婆 政府张罗着从周边农村 找来一个女人 说答应亲事便可以给他上城市户口 女人答应下来 经常后开了个小酒吧 兼卖冰淇淋 她把几个子女带大给他们买了房子 酒吧一直开到现在 名字是大世界 初中时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一起报了奥数 说是学习 主要是为了能聚在一起 上完课就去自由市场的大坑 牛肉面吃饭 抄作业 然后买了一个大世界冰淇淋 带去动物园 不知老板娘从哪得的配方 冰淇淋松松软软 棕色白色两个球配在一起 味道极好 我们每次吃都要拍着大腿 大家赞赏一番 离开场区很久了 我对很多事 很多认知都不再确信 可我始终确信 大世界冰淇淋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淇淋 大世界在往南是河城动物园 动物园最初有青海的牦牛 东北的梅花鹿 以及孔雀 红烟等各种鸟类 最大的笼子里 观着广西运来的猴子 猴龙里挂着锁道 猴子在上面攀爬 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动物园里还有花房 哈哈尽管 游艺鸡 但都长年关闭 专门调配员工 负责这些项目 并不上算 后来各种鸟渐渐消失 孔雀也没了 原本孔雀龙里 养着珍珠鸡和乌鸡 最后干脆变成了几只家养的鸡 和我姥姥后院养的一模一样 梅花鹿变成了一只羊 羊吃了几年甘草 也下落不明 我小时候动物园还有一只黑狗熊 终日在笼子里打转 后来他舔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腿 女孩腿筋断掉 坐在轮椅上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 熊被人杀死 狗熊为什么会被杀 它不是动物吗 我不太明白这件事 听妈妈说起后 我心里想象着一幕场景 狗熊被反绑着低头从动物园走过俱乐部 绕过小学和姥姥家 再被推到后山 押送的人把他紧后牌子一摘 开枪打死了他 像当年那个欠钱的孩子一样 我上初中时 动物园的喉咙就空了 很多年没有新猴子引入 猴子近亲繁殖 悉数疯掉 我见过最后一只老猴子 他嘴里吐着墨子 眼睛血红 动物园荒废后 由于防空地道的原因 厂区地面出现部分塌陷 先是自由市场 接着是附近的田径厂 也大概在那时 上级决定生产与生活要分开 于是厂区整体搬迁 由职工家属投票 去酒泉还是家喻关 矿区卫视播放这条新闻时 我站在电视旁 对父母说搬就搬吧 不去酒泉就好 我不喜欢酒泉 2006年 80辆军用卡车开始行动 每天三趟 半年时间 我们陆续搬进家喻关 那是保密的404 头一次登上中央台新闻联播 一个大妈对着镜头说 我从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 接着捂着嘴笑起来 我和几个朋友说 这太丢人了 404平房 哪个没有上百平米 搬进家喻关 第一年物业还没跟上 全场只有上新闻联播的那位大妈 一人交了暖气费 身边人说他傻 他就去讨要 喂果 大妈因此 好几天没出门 随着404搬迁完成 嘉喻关房价 在几个月内翻了一倍 许多濒临倒闭的餐馆 也起死回生 相比404 嘉喻关 已算是繁华的大城市 厂里一批孩子 撒开了收敛多年的杏子 把头发烫得根根直立 逃学 出入网吧和各种娱乐场所 姥姥家对面的小孩 加入了班派 跟着混混 一点十几天不上学 也不回家 父母抓住他 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 后来他还是借口 参加作文比赛逃跑 他妈妈心情低落 忠志闷在家里 有人劝他去打打麻将 散散心 他去了 身边人就指指点点 说他儿子都那样 还有心打麻将 到了新地方 404大人小孩 都有些无所适从 我大部分要好的同学 进了九缸三中 我和另一个同学 进了十一中 晚上我俩穿着拖鞋 在校园里走 他说要在厂里穿成这样 肯定被人看不起 在这里穿成这样 可以看不起别人 他又解了一句 我们完全不适应新的生活 很快我的成绩一落千丈 仅存的骄傲成了妄想症 加之寄人篱下 高一那年 我险些抑郁 高中毕业 我选择到外地上大学 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 去年十月 我和爸爸回了一次404 厂区的入口 有几个身穿迷彩服的武警站岗 他们端着枪 审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 我的身份证没换 还算404人 进场后 我们从南往北走 时隔八年 动物园被大片野草占领 动物龙边上立着塌陷警示牌 动物园门外有几栋居民楼 窗户玻璃附着泥土 很多玻璃都破了 我和爸爸捡起路边的石头 向窗户扔去 玻璃被砸出洞 发出闷响 我爸爸兴奋地喊叫 我们砸了很久 直到胳膊酸软才停 自由市场已经被封死 厂区里走过无数遍的主街道 被刷上白线 看上去像一条公路 红楼 俱乐部和创业厂也被重新粉刷 二十几年过去了 他们看上去比我见到的还要行 我路过曾经气派的长区医院 那是当年苏联专家主持修建的 医院后面有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大门失常紧闭 小学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时 我进去过一次 里面介绍了404建厂的历程 有不少资料和老物件 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看这些 只记得黑白照片里的人 神情像老电影里的英雄 后来有位老大爷不知缘何进了教育基地 看见了自己当年建厂时的照片 这是我呀 这人是我呀 他含着眼泪喊出来 七十岁了 他头一次看到自己的这张照片 不像这位老人 我似乎没有在厂里留下任何印记 我曾爬上毛主席雕像的底座上绕了一圈又一圈 在动物园拱桥坡上跑上又跑下 而现在我对这些行动感到不可思议 甚至怀疑我是否真的这样做过 走过医院和通讯楼 我站在小时候玩耍的槐树下 看到我家窗户的玻璃破了 单元门被砖头气死 我的404真的找不到了